观众朋友早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起来到了11月24号 农历是11月初一星期四 出门上班上课之前 别忘了要带雨具 尤其开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因为北部这雨还下得真是 不是普通的小 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 以及华南影语区东移的影响 气象局势发布了大雨特曝 透过图表来看到 黄色的区块也就是基隆北海岸 今天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目前这个大雨特曝持续的进行当中 另外昨天到今天 这个雨是大多集中在北台湾 还有中部的山区 以及东半部地区 这两天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排名前三名的 分别是新北 还有台东外海的蓝雨 以及台北市的士林区 由于这个水汽持续是偏多的情形 那么今天全台湾各地的云量也是比较多的 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发生 那么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的下雨情况 是会持续的进行中 预计要到了星期六投票日当天 这个下雨的情况才会比较少一些 接着来关心国际新闻 俄乌战争持续的升温 俄军是不断的轰炸民宅 以及炸毁了基础设施 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 最新一波的轰炸行动 一共造成乌克兰全境 至少有七位的平民死亡 三十多人受伤 其中有一名死者 是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婴儿 原因是医院遭到了飞弹击中 救援队从瓦力堆当中 救出受困的医生 救援行动一直到天亮 才看得清楚医院的建筑毁损的情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控诉俄罗斯 为当地带来恐惧还有谋杀 一连串的空袭行动 也造成首都基辅 还有西部的城市利维夫大停电 甚至邻近国家摩尔多瓦 也受到了影响 同样出现是大规模停电的情形 接着来关注印尼西爪哇地震的后续消息 目前地震进入到第四天的时间了 现在可以说是余震不断 但是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有名五岁的小男孩 他奇迹生还 被救出的时候 他神志清醒 看起来相当的镇定 不过他的母亲却是不幸的罹难 而这起地震最新的伤亡统计室 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271人 5岁的小男孩从废墟当中被救了出来 救难人员是紧紧抱住他 灾区正努力引进更多的重型机械进行救灾 并且派出了6000名的救援人员 希望救出更多的生还者 而重灾区展玉市 当地的医院现在已经是不堪负荷了 政府是紧急建立了野战医院 希望可以治疗更多受伤的民众 再来看到的是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买保险 而在台湾还有所谓的农业保险 保障农民 但是您听过吗 海里面的珊瑚也有保单 最近有非营利组织 正式为美国夏威夷的珊瑚进行投保 买下一张价值200万美元的保单 理赔金额将来会用来修复珊瑚的生态 原因就是现在群球暖化 海水温度不断上升的影响 而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份的珊瑚保险合约 什么都能保 什么都不奇怪 美国夏威夷有非营利组织 替当地的珊瑚礁 投保200万美元的商业保险 作为将来修复海底生态的理赔金 这也是全美的第一张珊瑚礁保单 这张保单期限到2023年底 环保团体希望透过商业保险的模式 确保珊瑚礁受灾后的重建资源 事实上 因应气候风险的商业保单 早在墨西哥就开出全球 替珊瑚礁投保的首例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近年风灾造成珊瑚礁受损 保险理赔的案例 也陆续出现在墨西哥和贝里斯 希望替守护海洋生态 带来多一些保障 带来新闻 武贵真编译 套杂玻璃灾要提供大家生活方面的讯息 要先看到的是 12月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四 开始有两项新的防疫跟环保新制要上路了 分别是第八轮的快筛实名制 以及台北市饮料店要禁止使用 一次性的塑胶材质的饮料杯 首先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 从12月1号开始 凡是持有健保卡 或是居留证的民众都可以到药局 以及卫生所购买快筛实剂 家里面有学龄前的孩童 还有长者可以免费的领取 不过是有年龄限制的 首先是2016年9月2号以后出生 以及1957年以后出生 也就是满6岁以前 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 记得带着健保卡去领取快筛实剂 至于台北市环保竞速的新制度 12月1号开始 饮料店不可以再提供塑胶一次性的饮料杯了 包含可以说所谓进行这个生物分解的塑胶材质PL杯 也都禁用的 那么今年6月到8月已经开始向饮料店宣导 并且进行辅导 目前有9成以上的业者已经准备的差不多 也请消费者自己准备好环保杯 这个时候还可以享受5块钱以上的优惠 健康话题 有不少饮法的长者或许都会使用到 这个护膝还有护腰这一类的护具 来保护我们的关节跟腰部 不过要提醒您的是 这一类的护具千万不能穿戴一整天的时间 医师强调必须在我们走动 或者是劳动的时候才可以穿戴 因为它们的作用是用来稳定的 待太久的话 当心我们的肌肉功能会退化 再加上市面上这个品牌非常多 还强调的机能 因此在挑选之前要记得一个原则就好 就是使用后会不会刺激到皮肤 造成过敏就可以了 这样 有弹性的啦 有弹性啦 不然这个太硬 你为什么要受得点 八十岁高龄 早上一站就要三四个小时 所以这样子就舒服很多 这样就是就很舒服啊 不会酸酸啊 比较累就会算啦 我们要先找专业的医师评估 看这个痠痛呢 是单纯的肌肉紧绷引起的 还是它是因为带藏其他神经压迫 所引起的肌肉紧绷 网路搜寻关键字 护具跳出来的产品 连郎满目 护手护脚到护腰 谁才真正有需要 例如说他已经经过了专业的诊断 不论是哪一科 然后确认说找到了病灶 真正的原因 例如说是腰椎还是胸椎的问题 或者是像膝关节 真的有发生膝关节炎 或者是韧带的扭拉伤 这些人会比较需要 没有受伤的情况下 长时间佩戴 因为像说是护腰 如果你就是预防性的穿戴的话 反而会弱化我们的核心 设计上各有巧思 各大厂牌材质功能诉求 令人眼花缭乱 该怎么挑 基本上我们都会建议 试穿个十分钟 主要是说这十分钟之内 你可以先知道 穿戴着活动 它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对这个材质有过敏 医师也提醒 一般宣称的额外效果 也切勿迷信 更不能过度依赖 大一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就是吃方面的问题了 天气变冷 相信有不少人 都喜欢吃麻油料理 但是要注意 用麻油在煮东西 像是炒姜片的时候 必须要用小火 因为它的发烟点比较低 高温爆香的话 这个味道就会变苦了 而且油也会变直 重医师还建议 体质比较燥热的人 可以用凉拌 或者是直接把麻油 淋在食物上头 可以保留营养 也可以避免上火 会先小火 先用我们一般的葵花油 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 把姜煸香之后 我们再倒入麻油 这样子的话 麻油比较不会浇掉 出现香气 加入麻油炒出姜的香气 再放入青菜 猴头菇等食材 煮滚后淋上少量的麻油 就是香味四溢的补冬料理 麻油是冬季进补的必需品之一 但不耐高温 食用大火烹煮容易产生苦味 麻油它的发烟点 就是大约接近是180度左右 冒烟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离火的方式来进行 在等它降温之后再来进行烹调 压的麻油这种状况下 它确实可以就是比较 性味比较不会受到我们的调理方式的影响 那它变成温性的话 确实它有可能是在最后我们加姜 然后加一些调味料 那个性味就会改变 所谓的冷压法是将芝麻低温烘炒后 放入油饼冷压炸出香醇的麻油 由于料理时爆香的过程容易释放过氧化物 可能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嘴泼便秘或流鼻血 体质较为燥热的民众 想吃麻油料理 可改用凉拌淋酱的方式 才不容易上火 大爱新闻菜篇李明华台北报道 休息一下一分钟之后 继续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他的一生禁锢在轮椅上 他的思维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通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哪个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欢乐的天赫 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出门之前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呢 各地这个下雨的情况 都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地区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像是基隆北海岸目前气象局 是发布了大雨特曝的 那么其他地区 以及澎湖 金门 马祖 都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情形 至于中部以北 还有宜兰花莲 今天整个都是感受比较湿凉一些 那么南部的部分 还有台东 这个白天高温 依旧有27到30度左右 温度还是比较高 但是提醒您 这个日夜温差稍微大一些 要留意自己的穿着了 还有呢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恒春半岛还有沿海的空旷地区 包含离岛的澎湖 要留意会有强震风发生 至于空气品质方面 高屏地区今天是橘色的提醒等级 因此这个空气是比较差一些的 过敏族群也要留意 继续来看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 21到24度 降雨几率最高80% 陶竹苗地区21到24度 降雨几率也是80% 中部部分22到25度 降雨几率近60到80之间 云嘉南地区最高温27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50% 南部地区23到30度 降雨几率20% 东部地区21到27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80% 外岛的部分最高温25度 降雨几率最高60% 暖心新闻给你满满的正能量 来看到在高雄有一位老阿嬷 她已经当阿祖了 但是她因为常年做资源回收的关系 把自己的住家 这个三层楼的透天措 堆得是满满的杂物 这个居住环境不是很好 平时她还要照顾一岁不到的甘阿孙 因此这个卫生习惯不好的情况下 这个小宝宝会经常的生病 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 志工是特别出动了50多人 靠着人力接龙的方式来搬运杂物 也彻底进行大扫除 整队出发50多位慈祭之工 目的地是一栋脏乱的三楼透天措 脏乱不堪 老阿嬷还得照顾一岁不到的小婴儿 屋内大清扫 物品眼全拿到屋外清洗一遍 邻居李明都来了 就算满身大汗全身脏污 也要拉住受苦的人一起振作 把家再度点亮希望 大爱情人珍珊美志工张碧云 陈建安 高雄报道 一位有需要的人带来希望 南美洲国家致力 当地的慈祭志工 唯一所中学的应届毕业生 安排了艳光还有佩戴近视眼镜 希望他们下一个人生的阶段 能够顺利地学习 另外还针对经济贫困的家庭进行了食物发放 过程当中学校里面的童子军团也来帮忙搬运物资 当志工的好帮手 罐头 大米 食用油和面条 各式各样的粮食 一个中型袋子肯定装得下 有经验的志工将纸箱留下 让民众可以分箱抱走 有些民众有拉车型的大袋子 则是方便许多 离开之前玛格达女士投了竹筒 因为车祸失去双腿的她 第一次寻求帮助 志力慈祭志工两天发放212户纾困粮食 因为他们的处境仍然辛苦 另一所高中 卡梅拉·卡瓦哈尔公立中学 有58位应届毕业生 有近视眼镜的需求 经过艳光佩敬 志工亲自送到学校 也祝福他们迈向人生 另一个阶段 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 吴慧兰 廖清酒智力报道 好事要大家做 善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大 再来看到马来西亚 雪兰儿的禁思书宣 举办一场心灵饗宴 用蔬食火锅来拌干净 为北马三间的洗顺中心 以及尼泊尔南皮尼的洗顺中心 来进行募款 准备健康素食火锅的食材 一场心灵饗宴就要开始 这是雪兰儿竟思书宣志工 为蓝皮尼及北马三座洗顺中心 举办的慕爱圣宴 每一次做一个饗宴 我们都可以帮到那些洗顺的生友 就是经我们一份力 我们可以做几多就做几多 尤其是我的年龄 我都快要70岁了 所以我就做一次我就赚一次 他们看我们办心灵饗宴 从那个款项来帮助他们 他们真的是很感动的 一直掉眼泪 就因为是这样 我坚持每一场次 我都会到心灵饗宴来做志工的 好事大家做 出席者除了民众 还有佛教建长老 大家都想为佛陀的故乡 出一份力 洗身了一次也不少钱 所以如果你们能帮到那边的培训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事 佛陀讲的慈悲 慈悲为一 你们做得很好 很惊讶 原来此地去到佛陀的故乡 已经去帮助当地需要被帮助的人 因为那边的人真的很穷很穷很穷 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帮助 舒适响宴 串联起每个人的爱心 同时也激起更多大善的联谊 戴新闻之善美志工 刘静志和美侠李国荣 马来西亚报道 昨天在台北 有一场国际的医疗交流 主角是印尼慈激医院 跟台北慈激医院 其中医疗人文 还有开刀房 护理站以及急诊 是这回参访的重点 开刀房护理站 印尼与北慈护理相互讨论 了解实际运作 急诊医师分享 如何在危急时刻 当即立断抢救生命 疫情稳定后 七十二位来自印尼医院的医护 志工到台北慈苑交流 分享治疗疾病外 更进一步关怀个案家属 陪伴学习的例子 医病也一心 全方位的照护 让人印象深刻 吸收台北慈苑十七年来的经验 期许将所学带回印尼 服务当地民众 大家新闻 扩胀观念 于是也将出现机车违规 肇事率较高的提案 纳入考题 纽约时报的部分看到了是 欧洲通货膨胀 还有经济危机 不断发生串高率的情形 其中英国 情况是最严重的 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问题出在脱欧 英国的最新民调显示 支持脱欧的人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二 有百分之五十的民众 就认为说 这个脱欧其实就是一个错误 最后看到是海峡时报的部分 寻求粮食危机 这个国际本来就指望 这个澳洲小麦丰收 可以舒缓库存的紧张压力 但是并且降低 可以这个食品的成本 但是今年这个澳洲东部的水患 是一波一波的发生 导致这个谷物收成的品质 是大大受到了影响 还有冲击 专家就分析 今年大部分的小麦 只适合当作动物的饲料 而澳洲东部的脂粉 小麦的价格是不断的飙高 更在11月的时候 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形 反映出这个质量的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读报的焦点 提供给您参考 更感谢您加入 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舒时365日速的节目 我是林郭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